国际焦点来关注俄乌战争 俄罗斯举行大阅兵之际 又对乌克兰展开大规模的空袭 其中25枚巡翼飞 但有23枚遭到拦截 巴赫姆特更在短短24小时之内 遭遇400次这么多次的空袭 乌克兰对于大反攻依旧保密到家 似乎要对俄军造成心理压力 夜空中看见红色光点 随后就传来一阵阵枪炮声 又是来自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击 夜晚看不清楚 直到天亮才看到基辅市中心大楼 被轰出一个大洞 有人被吓哭 有人还处在震惊当中 不敢相信自己的家 瞬间就被消掉一半 俄罗斯在当地时间5月8号 发动了一波60架自杀式无人机攻击 这当中有至少35架式锁定基辅而来 而在南部的海港城奥德萨 就陷入一片火海 红十四会的人道救援物资 通通被烧个惊光 乌克兰从南到北都被攻击还没完 在当地时间5月9号清晨 又是一波飞弹攻势 就在乌克兰 随时可能反攻的紧张氛围下 俄罗斯是不断猛攻 激战区巴赫姆特传出24小时 被轰炸了400次 说战时不撤的瓦格纳 公布了和乌军近距离搏火的画面 乌克兰坦言还是守得非常辛苦 那到底何时要反攻呢 乌克兰政府持续卖关子 只说随时都有可能启动 这样的气氛之下 赫尔松里的恶战区还突然开始撤离民众 夜里出城车流大排长龙 还有俄军出动 每家每户的去敲门 强制民众撤离 而赫尔松更是才刚结束了 三天五十八个小时的宵禁 气氛诡决 就连CN团队到前线采访 也在乌克兰政府的要求之下 限制重重 确切的位置和军方的行动 都不能详细报道 就怕泄露反攻布局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萧伊古 更是亲自到前线视察 要稳定军心 不过乌克兰对反攻保密 恐怕也是要加大 俄罗斯的心理压力 乌军表示俄罗斯派越多兵到前线 反而会让补给越来越困难 另外欧盟执委会的主席范德莱恩 再到基辅 要在俄罗斯庆祝二战胜利日时 乌克兰这一天是要庆祝欧洲日 誓言他们永远对抗俄罗斯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好 就继续来看俄罗斯 今天如期举行的这个红场 胜利日大阅兵 不过规模是大幅的缩水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受到克里姆林宫日前 被无人机攻击事件的影响 有安全疑虑 所以这次大阅兵取消了 不朽军团的游行 只出动大概一万名的兵力 而且武器展示的环节 新武器亮相也很少 出场时间只有短短六分多钟 甚至打头阵的 居然是二战时期的T34老坦克车 普京痛批西方散播恐恶情绪 还把乌克兰挟持当作人质 俄罗斯二战胜利日阅兵 在莫斯科登场 今年普京找来白俄 哈萨克 吉尔吉斯 塔吉克等 盟国领袖一起阅兵 只是这武器阵仗 却不如想象微风 打头阵出场的 是二战时期怀旧武器 1937年制造的T34坦克车 其余亮相的还有 虎M多用途装甲车 伊斯坎德尔M战术导弹系统 S400防空系统等等 压轴武器也没有太意外 是亚尔斯洲际弹导飞弹 真正令人吃惊的 反而是整体武器展示缓解 只持续约六分钟就全部走完 俄罗斯阅兵规模大缩水 普京仍加码怒抢西方 普京指控西方到处散播恐恶症 才令人发指 正常演说 普京完全没有提到 俄军伤亡术 但还是带领大家 为阵亡士兵默哀一分钟 最后话锋一转 自诩正义使者 合理化战争 普京说乌克兰是西方政权下的筹码 最后才落得如此下场 不过罗斯境内近来多次遭遇爆炸 阅兵前大幅收紧红场为安 甚至下达无人机禁令 专家说普京在这个状况下还坚持要阅兵 因为他需要大内宣来寻求国内支持 只是俄罗斯恐怕再也换不回乌克兰人的心 因为乌克兰连二战胜利日的日期 都决定要跟俄罗斯彻底切割 将原本的5月9日改称为欧洲日 胜利日变成5月8号 要和欧洲一起捍卫自由 这个决定让俄罗斯玻璃心碎满地 俄国女战狼在Telegram痛骂 泽伦斯基等于背弃祖先 随着乌克兰反攻赛籍 俄罗斯武器越来越吃紧 还被抓包偷偷解封 阿公级老坦克要送往前线 这些老坦克一路搭乘火车转移阵地 还出现在俄国军事部落客 在占领区拍摄的照片中 不过乌克兰这边也有坦克的需求 许多原本使用的苏联时期坦克 早就伤痕累累不堪使用 乌克兰因此在森林到处设置维修站 工作人员有时得睡在里头忙的 每日每夜 俄国战争一年多来 占据大篇幅国际新闻版面 相关报道也在今年的普利兹新闻奖中 大方一彩 美联社三位乌克兰记者 获颁最高荣誉的公共服务奖 他们去年拍下马里乌波尔 富有医院被轰炸的惨况 相关报道也促成后来人到走廊的设立 让更多人可以平安撤离 外界也对俄军暴行看得更清楚 第新闻综合报道 而针对俄乌战争 现在传出欧美立场转变 凸显西方国家愿意让长期支持 俄国总统普京的大陆 要来参与乌俄的中战协商 详细有文教育经济记者张云希 确实乌俄之战 大家都在看乌克兰的春季大反攻 有没有可能为乌俄之战 带来一些新的转变 而西方国家的态度上 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这个是华尔街日报7号的报道 他提到说欧美现在认为说 五六月乌克兰的反攻 可能会让俄罗斯愿意坐上谈判桌 另外一个施加压力的 就是中国大陆了 中国大陆可能会说服俄罗斯 走上谈判这条路 因此西方国家不少是思维改变 他们认为说如果让中国大陆来参与 这个乌俄的中战协商是有帮助的 其中外界认为转变最大的就是美国了 因为美国以往都是怀疑说 中国大陆要介入俄罗斯 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但是现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是对于北京可以缓和乌俄冲突 抱持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 另一方面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也跟乌克兰的泽伦斯基 在4月26号的时候有通话 在这个通话里头 习近平是提到说 他认为对话和谈是唯一可行的 而美联社就认为了 其实大陆积极地想要来重新定位 他们国家在全球的角色 而乌俄之战就是给他们一个契机 一个动机 不过对于乌俄之间要不要和谈 其实欧洲国家的看法还是蛮分歧的 包括跟乌克兰比较友好 距离也比较近的 像是波兰 波罗的海国家 认为应该要给乌克兰更多的时间 让他能够收复尸土 不过法国跟德国则认为说 应该要来达成停火协议 一方面的原因也是因为西方国家 提供乌克兰的军援相当的多 如果战事不停止的话 像个无底洞一样 所以他们认为说停战是必要的 而乌克兰大反攻 很有可能从扎普罗热开始进攻 俄军不但暂时关闭这边的核电厂 甚至以扮强迫的方式 要求当地1600位居民撤离 那么国际原子能总署 则是再度发出警告 强调说扎普罗热这边的情况 越来越不可预测 有可能会发生严重的核事故 而如今又传出 俄军已经下令撤离 当地约1600多位的居民 似乎是为避免 接下来跟乌军在当地爆发激战 会波及平民 但是军事商家认为 俄罗斯不是为了这些居民的安危着想 而是担心乌军反攻之后 这些人会变成俄军的陷命 俄罗斯KH-31战术飞弹 600公尺外落地爆炸 话刚说完 第二枚马上打过来 CNN采访团队遭遇恐怖空袭 带着摄影机直击飞弹炸的大洞 盲目乱战 扎布罗热州的居民似乎习惯了 话还没说完又听见巨像 以为是乌军炮弹发射出去的声音 但随行联络员研判 似乎更像俄军炮弹打过来 炮火猛炸 俄军现在还有新动作 乌克兰大反攻在即 俄罗斯要求扎波罗热居民大举撤离 大飞周章为了什么 怕反攻战火波及欧洲最大核电厂 但在俄军管辖下 炸布罗热核电厂一直都不平静 周一俄罗斯才宣称 因为乌克兰策划 让供应炸布罗热用水的卡科夫卡水坝流干 因此暂停核电厂反应炉运作 没拿出证据 单纯一个指控 就能让核电厂陷入运转危机 俄罗斯说 目前已经撤离超过1600人 其中600多位是小朋友 有人拍下撤出车辆大排长龙 在此股主引甲的孩子免奥 不计划计划 在这一刻 certain部位在小朋友 掩上照发封荤 在原校图板上大排车辆大排 有军事专家认为 二军机理者及军 smelling 其实有别的原因 似乎连俄军自己也没信心 认为反攻挡不住 只好掏空扎波罗日人口 但也有人就是不跟着逃 核电厂危机之外 乌克兰还有别的大问题 农忙日子又到了 但战争打了一年多 粮食种植人力严重不足 而且黑海谷物出口协议 又陷入即将破局的窘境 俄罗斯官媒最新消息 5月10号 乌俄土耳其和联合国 四方高级代表将在伊斯坦堡谈判 想办法挽回粮食协议 TVBS新闻最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再次换上去的新闻中 下载TVBS新闻中